在2008年苹果推出了铝金属一起成型机身的笔记本电脑 我手头的这一台就是09年的改良款 因为金属机身不会变形和褪色 即使经过了11年岁月的洗礼 它仍旧容光焕发 除了金属机身 它还有很多苹果上一代电脑的经典设计元素 比如电池电量的指示灯 显示待机状态的呼吸灯 以及第一代MagSafe磁吸充电接口 不过在点亮机器后 这些美妙的回忆就烟消云散了 内置光区咆哮着发出异响 英特尔第二代的酷睿双核处理器也早已力不从心 OS10 10.6的雪豹系统更是失去了软件的支持 就连用网页打开苹果自家的官网都困难重重 作为十年前售价高达1699美元的王者 能坚持服役到现在 已经是难能可贵 鲜有敌手了 为了不让它英雄耻目 为了不让它余生苟延残喘 受人之托 我决定给它更换一些零件 不指望它能重振雄风 但至少可以发挥余热吧 我计划把硬盘从250G的机械 更换到500G的固态 内存从4G升级到8G 硬件更换的流程 经过这么多年网友的分享积累 早已不是什么难事 苹果当年更是给出过官方文档 指引用户自己升级 但后续的这个系统安装 却因为苹果的一个bug 成为我升级路上最大的盼角石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在这里卡住 好了 现在淘宝的配件已经到齐 系统的安装也终于有了一些头绪 能不能升级成功呢 升级以后能恢复几成功力呢 那跟我一起探索吧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拆开 那么一般拆解苹果设备 我比较推荐这个 S2缸的螺丝刀 因为它比较硬 能避免螺丝的滑丝 真的苹果拆起来 螺丝如果滑丝了 就是噩梦啊 因为它有的螺丝呢 长短不一 你可以根据它原本的一个顺序 把它放在前面 这样拿的时候就不会拿乱了 这个原先我拆过几次了 所以看起来比较轻松啊 其实第一次拆的话还是有点紧的 来看看背后的庐山针面目 其实要做的只有两部分 把这个拆掉 换成新的固态 然后把这个内存换掉就可以了 这些拆解呢 真的网上资料特别多 而且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流传跟积累 所以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按照苹果官方的指引的话呢 我们在动手之前可以摸一下这个边框 来消除一下静电 拔牌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万一太激动了 把这排线扯断了 那就是麻烦大了 锅一般也没问题 硬盘上呢 有四个这个缓冲的螺丝 我把它卸下来 换到新的固态上 这个螺丝刀就跟刚才螺丝刀规格又不一样了 所以如果你要拆这款设备的话 至少要被两种规格的螺丝刀头 尽量不要像我这样 把螺丝当着机器的浅上面来拆解 要不然你想想 这个螺丝不小心掉进去了 那又要抓狂 好 把它装上去硬盘部分就换完了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是这个内存 我们轻轻的一扒 它就会翘起来 然后往外拔 出来第一个 再扒一下 它又会翘起来 第二个 下面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难的 你要它尽量的翘的高 然后从这个草口那儿 好了 出来了 我买的这个是同规格的三星内存 因为早都不生产了 所以肯定是用过的 希望没有问题吧 装的话就比拆起来要麻烦那么一点 因为拆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那个深浅 还有阻尼 就还没怎么装进去就到底了 那现在更换的部分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还想做一些改动的话 可以把这个光驱卸掉 然后买一个光驱的托盘 就能放一个机械硬盘进去 就是 刚才拆的那个硬盘 就可以把原本机器里的这个硬盘 放到这里 然后它也能读取出来 这个苹果的硬盘 还有一个苹果的logo 挺有意思的 我先把它点亮一下吧 看内存有没有装好 如果内存没装好的话 会自动报警的 把后盖装上去 螺丝不用拧 然后点一下开机 好 内存没有问题 没有报警 那接下来不用管它了 我们要给它做系统的安装盘了 这也是最麻烦的一个地方 这台机器呢 是09年的机型 找一下 就在这里 它最高支持10.11的系统 那怎么把这个系统装到它的硬盘里面呢 这种空的硬盘呢 是不能联网恢复的 而且它本身是非常非常老 也没有联网恢复的一个驱动 所以需要创建安装器 就是所谓的安装U盘 对于这些教导系统呢 苹果其实给了制作安装系统盘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10.11的系统版本 我需要先下载这个镜像 然后在终端里面输入这个指令 就可以制作成功了 但是呢 往往就怕这个但是 Katelina Mohave和HiSierra 他们的安装包 会直接以点APP的形式 出现在应用程序的文件夹 这个Sierra和Captain呢 他们会是一个PKG的安装包 你需要打开它 然后把打开之后的点APP的应用程序 手动转移到应用程序文件夹里 问题就是 在比较新的系统里面 不管是Mohave啊 还是Katelina 是打不开这个安装包的 你只能在对应的老版本系统里面去打开它 这个变成了一个 机身弹诞生机的无线循环 最后没办法 我是通过网上找到的资源 有热心网友分享的 这个已经是点APP的版本 才能进行安装 接下来呢 只需要找一个容量是16G的U盘 把这个程序拖拽到系统应用程序的文件夹里 将那个U盘呢 更改一个你方便记住的名字 比如我用的是1234 抹掉 接着在终端呢 运行苹果官网给出的这一段命令 其中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改就是把这里更改为你刚才修改过的U盘的名字 粘贴到中端里面 再输入一下你的机器的密码 它会询问你是否要开始制作安装U盘 如果输入外的话再消极回车就会抹掉所有的内容 没问题我们开始 在我以为电脑是不是卡住的时候 它终于完成了 好了 这个系统的安装U盘我们就制作好了 可以去给刚才换的新硬盘安装系统了 这就是刚才做好的系统安装U盘 插上它 开机 然后按一下Option不松 这个时候等待就是最紧张的了 希望一些顺利能找到刚才插进去的硬盘 能顺利安装 然后能成功的进入新的系统 虽然流程很熟悉了 你永远不知道会在哪个环节出现一些问题 已经三分钟过去了 我无聊到开始玩螺丝刀了 首先使用磁盘工具 把刚才插进去的硬盘给格式化 就是这块中芝的TR200 格式选择Mac OS扩展日誌 然后方案是分区GYD分析图 好顺利格式化 接着安装 这个是OS10 E-L-CAPTEN 小写的L大写的E 我原先一直以为它是大写的E加大写的I 所以叫EI-CAPTEN 念错了一两年 这个估计要装很久了 我就先把摄像机关了 等会儿装上到下面一步的再开机 好的我们回来了 显示还有19秒18秒 其实我个人判断 这次装完之后 它还要重启 进入那个已经安装好系统的硬盘 再装一遍 然后再重启 才是安装好了 来看一下我的直觉是不是对的 怎么卡了一秒不动 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吧 不要出幺蛾子 我还在做视频 我好像漏掉了什么 哎呀我漏掉了一个东西 关机关机 稍后重来吧 好了我们又回来了 又回到了这里 想起了什么呢 苹果针对这种老系统的安装 它会后面会报错 比如什么 未能安装在你电脑上 没有符合安装资格的软件包 这是因为你的时间日期要修改 然后还要断网 首先断开WiFi 然后在终端里面 手动修改一下你系统的时间 不能太新了 2019年2020年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我修改一个时间试一试 我把它修改到了2018年的7月 然后再来安装 希望这次更顺利吧 20分之后 它再一次卡在了剩余最后一秒钟的地方 我决定给它多一些耐心 我去吃完饭了 晚饭完后再见 好了我回来了 很高兴啊系统装好了 刚才丢了个延时摄影 把那些流程都记录下来了 真的过了好久 现在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现在你虽然看着还没有进系统 其实已经是系统的完整版了 完全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现在已经装好系统了 10.11的版本 其实跟现在的区别也不大 非常熟悉的酋长颜 看一下我的内存 是不是8G Yes 8G内存 识别正确 在这么早的系统里面 苹果就把三纸的拖椅给取消了 我还得在辅助锅帽里面把它打开 没有三纸拖椅 我基本上不会用苹果系统了 现在我来试试一下 它换完固态到底怎么样 首先是开机时间 非常快 10秒钟左右就开机成功了 然后 测一下它的那个硬盘速度吧 读显都是200左右 这个其实也是符合预期 因为我们在系统报告里面能看到 它的硬盘是SATA2的 不是SATA3的 所以说这就是它的一个上限了 但是也远远米之前的机械要快很多 看一下实际使用的场景 开网页 首先看一下苹果官网吧 好 这个刷出来真的很快啊 然后呢 网站非常跟手 不管是放大缩小啊 还是快速的滑动啊 动画效果啊 都在这里面 是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那再上优酷看一下 这个机器我还没有装Flash 但是现在主流的视频网站 基本上都不需要Flash了 不需要安装Flash都能打开了 听说2020年底 附带室就被彻底抛弃了 再先播放视频 我觉得毫无压力啊 接着看一下办公 打开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Excel表格 这个是Excel的一个使用教程 里面有非常多的列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Excel表格能hold住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了 最后呢 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剪辑 这台机子我已经试过了 播放4K视频是不能播放的 非常的吃力 但是呢 通过Final Cut 给它进行一个优化的代理 就可以在这里面非常流畅的播放和剪辑了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素材是 3840乘以2160的4K素材 但是呢 使用的是代理 如果使用原始的大小 大家看一下 直接卡成PPT 但是换成代理 相当于降了一半的分辨率 降了一大半的码率 就能很流畅的播放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次换机的一个简单的测试和报告 很快呢 它就要回到原始的主人手里了 虽然中途呢有一点点小波折 但好在有惊无险 一切顺利 希望这个机器能持续的发光发热吧 这里是麦克云克堂 我是邱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